无锡税务介入调查,范冰冰的哪些影视剧将受到牵连? 文马庆云 6月3日12点50分,法治日报发布讯息称,无锡税务部门已经介入对范冰冰偷税漏税仪式的调查 范冰冰工作室的注册地在无锡市宾湖区,这次的税务介入,对冰冰方面来讲,利好还是利坏,要五五开了 若范冰冰工作室并不存在偷税漏税行为,那税务方面的调查一定可以让她更快地跳出舆论漩涡,这是利好 若是被证实确实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则处境堪忧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首次有满报税行为的,接到税务部门催税统治单之后积极缴纳的,一般只是支付一些罚金即可 但多次存在偷税漏税的,则会出现刑事责任了 目前情况来看,范冰冰方面显然面对了不少的潜在危险 首当其冲的危险便是崔永元方面 这位实话实说的小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手里还有其他证据,并且开玩笑说,保不准范冰冰工作室有自己的人 崔永元老师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网诈,不得而知 而范冰冰工作室方面,则在6月2日社交媒体平台上爆出全员出动,去了阿里,为这里的贫困孩子做慈善医疗救助 有关心范冰冰的粉丝认为,这是范爷慈善医疗,应该大力肯定 但也有部分声音认为,此刻爆出慈善医疗,大有推脱舆论追问的意思 将工作室人员送到阿里地区去,省得在工作室内与小崔通风报信 当然,后者的论调,有待上去 不过,范冰冰方面并未在这次的阿里地区的慈善医疗救助之行当中 有相关媒体报道,范冰冰开启了自己的海外度假之旅 而5月24日,冰冰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说 自己在手机2的剧组,很快乐 突然间的海外度假,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难道小刚导演的剧组也可以拍戏见戏让演员去度假吗 对于范冰冰一面来讲,另一个潜在的危险则来自黄艺青 这位娱乐圈名人被称为内地娱乐的史锤王 她6月3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跟进调侃范冰冰 并且指出,冰冰最近一些年的合同,都是将款项私下打给自己的母亲 偷税漏税少说也得有5个亿 这无疑给无锡税务部门的调查再次穿针引线 与此同时,演员袁立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对起华裔的老板王忠军来 爆料称,王忠军高价卖给自己的艺术品竟然被拍卖行 却定为非作者创作 写着并不是唯一 最为可怕的,是袁立作为演员 签署过演员与影视剧之间的合同文本 很清楚这里编的运作常识 袁立继而在自己的媒体平台上称 如果像范冰冰这样的演员,签署的是事后合同 那么,支付范冰冰钱款的上市公司,又是不是依法纳税了呢? 处于舆论漩涡当中的范冰冰,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最近的日子都会过得不轻松 股市方面,华裔股价呈现一定量的下跌,开始飘绿 不过,最近半年来,内地的影视行股价一直起色不大 大多都有小量的下滑 电影市场急需暑期的几部重量级电影带一代节奏,让略显低迷的影视股回归一下增长的小常态 这一些烈的突发事件之后,对于范冰冰而言,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影视行业规定,劣迹艺人的作品不能出现在卫视平台和院线平台上 在这些爆料还没有最终的说法之前,冰冰的很多影视剧项目都会受到牵连,甚至有暂停的可能性 到底有哪些影视剧项目被这次的事件波及到了呢 第一个,便是万方多难的发青转 这部队外公布耗资近5亿元的大制作电视剧,早前遭遇高云翔的澳洲事件,本来已经即将上映,却不得谷调出档期 李晨更是帮助紧急换脸,替代高云翔 该片目前暂定7月6日卫视上映,但范冰冰仪式持续发酵,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此事最终会沉埃落定 还是实锤满满,不得而知,八星转再次命运未补 第二个,便是郭敬明导演的绝技二 该片已经定档7月6日,范冰冰是绝对的女一号 若是税务部门查明范冰冰不存在偷税漏税行为,那7月6日将是冰冰多平台集中爆发的日子,卫视平台八星转火爆上映,院线平台绝技二震撼来袭 然而,这一个月内,还是存在太多变数,这也造成,电影《绝技二》方面,提心吊胆 第三个,则是电影《大轰炸》 该片明星云集,讲的是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和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 范冰冰在片中客串叶佩玄一角,戏份不少,已经宣布定档8月17日,若是冰冰有何不测 这部电影,是来不及修改出现范冰冰的镜头宋审并再次准时上映的 第四个,则是冯小刚导演的《手机二》 目前,冰冰海外度假,《手机二》剧组是否已经暂停拍摄,不得而知 崔永元老师这次的诸多爆料,也都是奔着手机二去的 本来这部电影是有可能2019年春节档期上映的 小刚憋着一口票房充30亿的小火苗,却真的可能被小崔给浇灭了 此外,范冰冰进军好莱坞的大片355,估计也会出现摇摆了 这是一部全球美女特工云集的电影,冰冰的领衔主演对国内很多女明星都是实质性的威胁 这意味着,国际女星方面,巩俐、张子怡之后,范冰冰坐稳了另一个宝座 但是,好莱坞看中的是范冰冰的大陆影响力,一旦出现负面,或许会面对好莱坞解约的问题